不好意思,我剛才才剛才有一個問題, 還有黃金瑤的說法有點不同。 剛才有提到公平施眾, 是不是洞洞特權法那樣的說法,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第一樣, Jordick在立法會議院身份被威嚇, 是涉及我們香港正確的監察制度的挑戰事件。 第一,立法會是有一個屬層高的地位, 即是在山巡峰那裏是一個無可參加的地方,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有一個立法會自己的條例, 即是警察可以隨便練習立法會, 大家都知道這些條文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有位後甚至扣任的議員, 他是面對著這些恐嚇, 這個是直接對立法會的權威, 是扣成一個很明顯的辭職。 第二,議員的權力, 在這一個事件上, 是得到一個很明顯的侵犯。 所以, 不是說你個人, 你那個議員在立法會拍車, 樓上去P&P, 不是, 這些混淆事實, 即是基本的工, 即是, 我稱之為梁美芬的系列都很明顯的事實。 第三, 就是因為香港現在已經是所成無幾的一些監察制度, 而立法會, 即是那個民主議員的權力和身份, 是叫做最後一個把關的監察制度。 所以, 我想, 喂, 我是不是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我們要調查橫州時期, 或者要爭取很簡單的長州, 居民注重通道, 那你們當時實在不滿意, 於是你們恐嚇我, 就不能夠去代表和反映這個市民的性質。 那這個代表是究竟代表什麼呢? 大家明明當中很簡單的道理, 那這些事情, 你作為一個後任議員給人聽聽聽, 那如果, 後任議員他這個三點是沒有備受一個保護的話, 那香港就沒有辦法管治下去了, 因為立法會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監察政府的機制, 立法會如果是一個政府管治的角度去看, 或者是一個管治的機制, 或者是一個管治的機制的一部分, 就是說, 喂, 這個社會怎樣運作, 是透過立法會去cap and balance, 發言問題, 然後令到政府可以更加改善, 那這個政府如果是人民賦予, 或者是人民授權的時候, 那他當然會視立法機關, 或者是立法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構, 因為是幫助他平衡社會的勢力, 或者達到一個所謂的實際性的效果, 社會穩定的就是靠這些制度, 有一個監察制度, 所以如果你在正常民主的社會, 正政府面對著議會受到挑戰, 是沒有可能有這樣的反應的, 那好了, 現在就是, 喂, 我們有一些原來因為香港人的代議士, 入了議會, 就是這樣的反應的, 即是他作為一個立法議員的時候, 他可以說到就是, 如果入了他的話, 是保障我的權力的時候, 提供自己的自由, 對不起, 我絕對是沒有辦法特意的, 而且, 而且是歪復時例的, 但是香港就是衝擊這些歪理, 不過我相信這些正直的AAC, 集大一個特堂, 你們是會清楚和了解的, 那是, 我留意這一個觀點, 各位, 剛才這位同堂呢, 問說, 會不會用特權法去調查, 珠海的地方, 刑事恐嚇的問題, 是不是? 背後承認識, 都是要調查, 是否受刑事恐嚇, 和後果一游, 我不知道, 我就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這個是警方刑事調查的, 所以我就回答這一點, 但是, 我沒有混流的事情, 我剛才都說了, 在立法會裏面做的, 沒有幾件事, 若果, 第一是, 我們監控政府, 第二是, 我們是立法, 但是現在這件事裏面, 未知道政府, 現在講刑事恐嚇的問題, 並不是說, 我雯周公告, 一件, 一萬七千的單位, 縮到他, 四、四、三個問題, 先判開一下, 答案, 珠海的刑事, 受恐嚇這個, 會不會運用, 立法會的特權法去調查, 我答案說, 不應該, 因為那個, 由警方去做, 若果, 再驅前一步, 警方做完之後, 很明顯有些事情, 看上去, 可能就是, 隱瞞了一些事情, 隱蔽了一些事情, 那這個, 是否用權力, 即是特權法去調查, 一個政府的部門, 這個, 還可以想, 但是, 未去到這個之前, 都有級可以做的, 就是, 新造主權, 這個合議, 正直上沒有錯, 那所以呢, 不是說, 一有個議員, 是受到刑事恐嚇, 你就要去, 要做公開調查, 我覺得, 那個受保護的問題, 已經有在這裏, 但要調查後面, 刑事恐嚇, 那個因由呢, 並不是立法會的, 特權法裏面, 應該要針對的事情, 這個就是, 我要講給大家聽聽的, 但是, 何文堯, 你作為建制派, 都是, 就是, 差一點點, 我教你, 應該應該答一個, 中原版本的答案, 你說廢話的, 一個, 一個議員被受恐嚇, 這個是一個, 由警方, 司法制度第1刻, 所管理的法案, 現在, 警方已經接觸了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這樣做, 行政的關係, 是一個干預司法的, 這個, 我們珍惜香港, 三聯分的制度, 在我們討論裏面, 我又不是很明明, 你經常說, 那些, 攻擊的, 梁美芬系列, 你講, 這句梁美芬系列, 你講解, 我聽, 這句梁美芬系列, 或者我們在這個話題上面, 再簡單回應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放給第二位觀眾提問, 好嗎? 鄭同齊先生,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回應? 我們之前發展中地, 但是中地的困難, 就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 香港政府, 其實在中地的數量上, 是很明確的統計, 第二件事, 民間的統計, 大概有一千一百公斤左右, 但是零散, 跟我們一樣, 那為什麼我說是困難呢? 因為裡面的幾個幾個, 只是太狗窄, 有牽涉的就是原居民, 不是住在那裡的原居民, 住了很久的非原居民, 以及剛剛伸出的非原居民, 所以在裡面那個業權, 牌照屋的安排, 以至搬遷千冊等等, 這個是一直以來, 是那個新家鄉郊發展面對的問題, 由蔡元村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叫發展中地, 是的, 我同意, 但是我的眼光, 我考慮的, 不單止是說發展這個地, 有什麼功用, 而是在看著十年之後的規劃, 我們怎樣是, 這一塊地是作為其中一步去發展呢? 那這個才是, 就是一個香港未來規劃的角度去看, 而不是單純的, 就是為了發展, 怎樣都用, 這樣, 這個是公道行政的看法, 但是作為一個香港未來規劃的話, 就不是直接說, 後不透明, 發展之怪地的成本效益等等的討論, 好, 還有沒有觀眾呢, 是想提出問題的? 前面後面那裏戴眼鏡, 灰色三個位, 是的, 是, 你好, 何君堯, 聽說你是一個基督徒, 有一個律師, 那我想問你, 十階的第九條呢, 你記不記得是甚麼呢? 還有你剛才說, 你跟這個王四川先生不熟, 但是, 之後, 原來有人發現, 他是你一位助選的義工, 而你又這樣對他, 想問你, 是不是違反了十階的條文呢? 謝謝你 王四川, 我義工, 他支持我, 很感謝, 他說我好朋友, 所以, 我一早已經說明了, 但我不知道為何有這樣的感覺, 我開始出錯了, 沒有用處組的東西, 十階的, 我想, 很難回答你, 我是基督徒, 我都不是, 我都不是, 那麼聰明, 是基督徒, 是九條的, 是十階的, 很簡單的, 十階的大九條是, 不可作假見證, 陷害人, 是, 你辣地勇啊, 好嗎? 不要緊, 基本上, 就是為作假見證, 我接觸到, 說出現實在哪裏, 你現在出賣朋友, 我沒有出賣朋友, 沒有, 王大珠不是你朋友嗎? 他是我的朋友, 但是, 當時問的是哪位朋友, 什麼名字, 我都沒有去討論, 因為這是私人的問題, 不過, 其後你們的傳媒, 傳媒朋友, 我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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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四川是我的好好的朋友, 支持我, 多謝他, 下一個問題, 我想上帝聽到你的回答, 多謝你了, 上帝是誰呢? 好, 請問一下觀眾發問的時候, 要注意用詞一下, 有沒有其他觀眾想發問呢? 是, 綠色衣服, 長度衣服, 大眼鏡位, 謝謝主持, 我有一個問題, 想問兩位候選議員, 其實最主要就是, 大家知道, 在這次選舉裡面, 這個2047大限的問題, 其實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 無論是所謂的本土派, 泛民, 甚至乎是, 建制派, 都是關注這個議題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兩位議員, 尤其是, 譬如說, 已經有對於2047有一定主張的正常派先生, 那究竟在他們五區公投, 他們也都已經承認了是, 有失敗的時候, 究竟未來的路向會如何去推進這個2047的問題呢? 而也都想問一下, 何君曉先生, 就是, 他作為在一個社會上面, 建制派裡面也是一個新的一代, 就是他是獨立的議員, 而且又是一個律師, 又是一個社會工作者, 那究竟他會如何推動建制派, 在2047的問題上面, 去考慮改進, 或者是, 究竟這個問題, 你作為建制派一份子, 你有什麼看法呢? 多謝大家! 2047, 這個是, 現時我們基典法裡面, 所提到香港的生活, 現有的生活, 以及我們的制度, 有五十成不變, 但是就沒有, 真的有一個叫做, 大限的日子, 說, 2047就會, 我們現時的生活, 就不是這樣的模樣, 只不過, 在這個五十年裡面, 就是, 社會主義, 形式社會主義的香港那麼大, 那麼, 談到, 越來越接受2047, 這個很合理的, 提出的問題就是, 2047之後如何呢? 那麼, 那麼, 以前來講, 中英的一個兩個國家的情況下, 商議, 怎樣將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但是, 到2047, 之前一定考慮就是, 在一個國家下面, 兩個制度, 是否要有一個融合, 還是仍然會, 再繼續有一個國家的兩個制度呢? 這個是, 可以討論, 我剛才講, 2047, 在基金法裡面, 是沒有一個, 所謂的說話, 說明, 2047年6月30日, 香港的年齡自由, 我們的普通法, 我們用開, 所有現在的制度, 資本主權, 都會實效, 沒有這麼說明, 只不過, 是有一個援助, 談到更具體的問題, 我們現在土地的契約如何呢? 土地的契約, 在article 122, 103, 111, 等等, 那裏有一個章法, 就討論, 那個土地的俗約問題, 實際上呢, 也都在鶴湯花園那裏, 按照陳後波最近, 回應了, 坊間有些消息, 就是說, 香港的地嶼去到2047, 就沒有了, 影響我們民生, 我們所有的物權都會, 是收歸國有等等, 那陳後波就說, 我們這個是, 可以按照我們自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制定法律, 和有關政策來處理, 超越2047年的地租, 也都在2006年, 也都有鶴湯花園, 是連續了, 是50年, 所以到20056年, 在這個情況下, 真正導致我們的公樓, 那個樓宇, 那個所謂叫做權益的問題, 是不是沒有保障, 這個不會, 只不過按照現在, 97之前裏面, 我們的經驗, 和現作犯規, 指望未來, 我們看到2047以後的中央, 應該按照經驗法裏面的鎖定, 就是3% on prevailing rateable value, 去保護地價就可以了, 在正常情況下, 就不會干預, 有一個大的震盪, 也都沒有人會這樣做, 這個人不會責任的問題, 我已經答你的問題, 基本上是不會存在, 這個問題已經有答案, 多謝你, 在回答之前呢, 介不介意, 給我追, 就是問一問, 其實我有不明白的地方, 因為何君教議員, 作為一位專業的律師, 其實他們都剛剛有提到的, 基本法裏面, 當然沒有講明, 究竟50年不變, 50年之後是怎樣, 其實今天的題目, 是講後任議員, 你將會加入香港的其中一個立法機關, 其實我希望議員可以答到, 就是何議員可以答到我的就是, 你作為一個後任的議員, 倘若你在未來這一屆, 還有一個立法機關之後, 你意識到這個問題, 就是基本法裏面, 無論如何都沒有講明, 50年之後是, 不會是一個大限, 還是會是一個大限, 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議員, 你會怎樣去做去釐清這個問題, 你作為一個專業的律師, 你有什麼法律上面的看法, 可以告訴我們這班學生聽呢? 多謝議員 我已經講給你們聽了, 那怎樣做法呢, 我多謝知位同黨, 我相信這個問題, 都是一個很好的, 很有效的問題, 我作為一個議員, 我都可以提問陳舟邦, 還有有關這個地政決算方面的問題,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再將它提示釋到上去, 有些地方可能簽約了香港特別行政制區, 政府所答的, 會不會是我們這個中央人民, 直接都要給我們一個提示等等呢, 或者基金法裏面, 如何去釋放其中一個, 要寫上去問, 又是其中一種程度, 那我想這些問題, 可以提出的, 沒有問題的, 我想這個問題不只是同學, 你關心, 是所有香港銀行, 所有業主都會關心這個問題, 但我就說, 這個問題, 是一個valid question, 但是呢, 也都已經有答案在這裏, 不過我們的中央福保, 任何研究都沒有多問, 多答, 多答, 這個是健康的, 呃, 好像很貴眼在那裏面, 不知道你代了什麼的問題嗎, 關於呢, 剛才和他所講的, 塞了一點點, 尤其這七七十四十, 第一點呢, 2047大限, 實際是指那一個樓體, 還有地體的圓圓, 或是否能夠做到, 這個問題, 2047大限是講的, 我們香港面對著, 一個基本法裏面的條文, 就是這個例如提到資產主義制度 是在50年內 是不會有一個利用 或者跟隨著共產主義制度的變革 換言之 在2047之後的話 我們香港的制度 以至到資本主義我們的生成模式 會面對著這個變化 需不需要按照著 《基本法》這個限制 而去改變呢 在2047年建立是不需要的 這個講法不是由我講的 是一個建制派的資深大律師 OK 就是一個《基本法委員會》的港區委員 是承諾的 在2012年的時候 接受《蘋果日報》的時候的一個回應 就是講到 我直接去講 這個是莫樹園 他在接受回應的時候 他直接有一個講法 就是講到 我直接去調查 以後 看清楚 他講到 《基本法》 去接受《基本法》的規法 即是說 所有這些事情都有機會會變 這個是 整理我們提出 一個所謂不可平成的一個原因 好了 那麼 具體有什麼細節需要處理呢 有《基本法》的第五條 就是《基本法》提到的 《基本法》提到的《實行大限》 第二 《基本法》的第七條 所講到的就是 香港的土地和天然資源 都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有 在《基本法》 《2047》支持的講法底下 它只是委託或者受權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管理 包括它批租和所謂的出租 那即是說 按照《基本法》的第七條 它擁有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上 去到《2047》不變的時候 將後果它刪了它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受予的《香港特別行政》去管理 我們擔心的 不是《基本法》的第123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沒有權去披離 是擔心的 因為到了《2047》的時候 《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不是我們已經認識的《特別行政區》 清楚了嗎 即是說到了《2047》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 《特區政府》 沒有權去批判或者去獨裝 而是《政府》不是我們的政府 雖然現在也不是 但是最少是 call and call 港人治港 你明白嗎 但是到了《2047》 已經是劃了《港人治港》 你明白《港人治港》 《2014年雨傘革命》之前 是沒有判好的 《2014》之後有判好的 《2047》有判好的 特別以 knowing是直接判召的是迷你 好了 再退一段落去講 我撇除正式司法管行權的討論 這個回憶是123條的 可能是你覺得夠中 第123條我講到的就是 香港政府是有陪他講 第二系的逐中處理 自己方法自己處理 剛才我不是要引述一下 博鳳和花園的事件 其實多年是搞磨足 因為他過去的過程裏面 是講的是 他的屋契是到期 但是博鳳和花園有自己的納瓦法團 舊的納瓦法團是依存住他的屋契 以致到相關的契約組織 但現對全國大限的問題的時候 是出現一個法律的真空 香港沒有辦法處理到這個法團 究竟在這個熱情的框架下 他到期了 那這個法團用什麼法律受的權力 去執行這個花園的管理呢 管理應到 於是當時舊的伊末漢法團 就被凍結了銀行戶口 而這個銀行戶口有千多萬的銀行戶口 那這個真空下 於是就要打了 上庭去申請 當時的解決方法 就要申請破產 而政府想的方法 不如給3% 然後再給破產 在老廳又給了一塊錢 最終這班協助 是賠了一百多萬 那後來就談好 好幾乎 即是一百萬多萬 那又繼續解決了 當時剖副林花的這個過渡問題 又是舊的法團 變成新的法團 中間就是有這個所謂法律真空 導致到立案法團 沒有辦法運作的問題 但是2014年 我們是說的 不是一個幕府林花園 我們說的是 隔壁街幾百 新隔金新隔七 三分之二的土地 而且我們處理的 不是有花園的發展 那麼簡單 有很多的屋子 是沒有花園的 那怎樣處理呢 你逐作業主跟他談 對 對 所以 所以 即使推一萬多萬 由基本法得一百二十三年 去作出處理 是做不到的 好 我相信你這個回應也很詳細 因為 我們現在這個論壇 真的快完了 真的最後一個問題 想問有沒有觀眾還要發問的 好 這位女生麻煩 麻煩你的問題可以選了一點 麻煩你 麻煩我有兩條問題想問何議員 第一 你說要小心求證 那 官商香黑方面 你說因為我們不夠證據 所以不可以說有 但你又怎可以說沒有呢 梁福元她說過 官商香黑合作 我想問一下你怎樣回應 梁福元的觀點 除非可能你覺得自己不算是 官商香黑那個身 可能你不知道 但我覺得你要回應一下 梁福元的說法 另外 你不停地說 鄭松泰 今天的用詞不好 但是我想說 根據《蘋果日報》的報道 何文宜先生 你也是律師 你也曾經說 朱凱迪先生是不智 因為他搞到 即他說會公開套丁的資料 搞到自己被人恐怕 正如有人有販毒的資料 他都不會跟人說 我有販毒的資料 那我想問你 是否將套丁 和販毒的嚴重性 打了六歐呢 即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是新界的朋友 有人套丁 你不覺得他好像販毒 那麼嚴重的事 如果你有朋友信任套丁 你會不會支持他套丁 我先回答套丁的問題 我在論壇上 我認為套丁是沒有問題的 也沒有事實到電視的事實分 只不過套丁 也是在電視裡必然一個步驟 只不過是在我城裡的人 作虛假式成分 虛假式成分是有獨立 自治的認識效果 所以根本套丁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作虛假式成分是有問題 所以要答你這一頁 我就在論壇上面 只是講一個很大問題 但是 翌日的那個電台的訪問 我也都很詳細講了 所以今天我再重複說給他聽 梁芙芙說什麼 我無需要回應 第一我沒有聽到 我只不過提出的話 以提出七順的入 既然是有這樣的指控 我們從法律的角度裏面 就要拿出更加清楚的 那個說明究竟是官商 那黑是哪個官 會不會哪個商 哪個鄉 哪個黑 要說出來 是否影響勾結 那些是Furder Dependent Continuous的 就是這個是要正直上的要求 所以既然 朱海敵町可以有一個論論 當然它一定有事實的基礎 在這個情況下 沒有理由不可以 講了一個結論之後 不能講給人聽 那個事實基礎在哪裏 這個也是我們提出指控者 要提出要指控的責任 兼付這個責任 所以我沒有需要回應 我只不過提出一件事就是要求 這個是很合理 其他東西都沒有很特別 那不好意思 那這個時間 我又有另一個約會 那我要趕著另一個 所以我因為跟大家 這個聊天很開心 同學有什麼問題的 我也很願意回應 所以你不妨給信息我又可以 或者下次還有類似的論壇 我也很時間對的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那麼我們在這裏 很多謝兩位後議員 以及很多各位觀眾出席 我們今天的論壇 多謝大家 謝謝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今天這個對談 就已經完美結束了 那麼我們在這裏 很多謝兩位後議員 以及很多謝各位觀眾 出席我們今天的論壇 多謝大家 謝謝 小禮老虎君耀 小禮老虎君耀 老虎君耀 council人 有意思嗎 大家嗎 podcast 谢谢大家